普丁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俄乌战争爆发没有多久 他说我们要用核子武器啊 什么等等 不过这心虚的表现 那比方说你是打不下去了 你才讲那种话 打得下去你跟我不需要讲这种事情 第二他现在讲 如果说北约参战我们正式打起来 那距离第三次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对这话是很有道理 那问题是问题谁挑起来的 你把问题这个本源讲清楚就好了 你如果不发动战争的话 谁会先去打你呢 你破坏和平在先 人家还手都不可以 那这个东西是岂有此理的 所以欧美会怎么解读 它的两个威胁呢 欧美解读只有一点 我必须打败你 我不打败你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我非打败你不可 这个逻辑就这么简单了 你的话越狠 就越导致人家做这个决定 老师那你觉得中共有可能在背后 会 绝对会 因为我常常讲 我说在这场战争当中 最希望战争持续下决是中共 因为对它来说可以分心 战略上让欧美分心 让他可以得到个喘息的空间 所以他在这边做快乐第三人 前几个礼拜 在欧洲领导人开会上面的时候 马克宏不是讲吗 他说我们欧洲必须打败俄罗斯 然后打败方式就是 北约国家按照双边安全协议 出兵去帮助乌克兰 然后我们法国会出兵 很多国家反对 我说反对归反对 但情况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不得不出兵 那现在他们开会讲了 法国 德国 波兰 有可能出第一面部队 当然了 现在还是希望说 褐阻战争 但是如果褐阻失败的时候 那你打不打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 讲两句话就可以的 那么在他们看下 今天如果挡不下普京的话 第一 伊朗会在中东搞事 第二 北韩可能打南韩 第三 中国会打台湾 这样就叫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奥斯丁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 就讲了 坦率地说 如果乌克兰战败的话 我真的认为 北约将与俄罗斯开战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话 我说美国到最后 如果乌克兰打败的话 他恐怕必须进兵 所以大家想想看 我再说一次 在美国看起来 台湾远远比乌克兰重要的多 你觉得美国到时候会怎么样 奥斯丁的话半真半假 真的一面就是 他也认为乌克兰可能战败 假的部分就是 我不管战败不战败 但我现在威胁俄罗斯 我会讲你自己看他办 你赶紧收手 你要不收手的话 你就麻烦了 最后回到你的问题 普京当选六年 是西方的噩梦 我觉得是普京的噩梦 我看你怎么收场